他要說五分鐘 好,謝謝 你們是6加2,是嗎? 好,謝謝主席 我們請石主委 石主委 6加2 好,6加2 謝謝 喂,好 交通這邊,我剛才關注的就是身心障礙者 有時候是交通,現在是NCC 今天呢,我一再呼籲進來幾年,一再呼籲你們 在聽障的部分 要所語翻譯,到現在 每一個電視台,只有一個電視台 難道他們只能看一個電視台 公共電視,而且是很少的時間 來做所語翻譯嗎? NCC真的是 你們真的是不注重這個身心障礙人權 還有聽障的呢? 他們要可視影像 要禁用服務的政策 署長,你知道什麼叫禁用服務政策嗎? 就是即使有身心上的障礙呢 他都可以運用到該有的資源 可以接觸到這些消息的來源 怎麼做啦,我知道啊 怎麼做 是這樣的 要怎麼樣給他們看到電視 他們看不到對不對? 他們要聽啊 是 那要聽然後接下來要怎麼樣? 有些是影片嘛 看不到字嘛 聽不到 有些主播聽不到聲音嘛 對不對? 他沒有播出來啦 影片播出來 他不曉得那個影片是什麼嘛 那這個要怎麼辦? 跟我們不知道要分不同的情況 剛才您所說的 根本沒有用心 根本不了解 所以今天我們台灣的媒體 你才會對這些事情這麼不公平 事實上者他用禁用服務的政策啦 比如說 好,現在你們到處再換機上盒 電視頻道 很多很多的這個 電視的製造 這個東西在裡頭都要把這個改裝進去 然後他要按 好,現在是聽到這個主播 現在如果換影片的話 他可以再聽到那個說明 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最對視聽這樣 根本就是不放在眼裡嘛 不,委員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包括我們連技術規範都現在正在改 必須把原來所謂的那個 這個附加的功能部分呢 要變成多元的選擇 不可以預設有或無 外福部 我要求他 在記者會的時候 一定要做所謂翻譯 可是呢 所謂翻譯 他的螢幕太小 也看不到 所以你們對這些都要去 螢幕的這個大小 比如說十六分之一 就看不清楚啊 很多聽上跟我反應嘛 那在電視上面 在機上盒上面的改裝 在頻道上面的改裝 你們要去訂定 你們NCC要有這個責任啊 政府要有這個責任 你放任每一個電視台 他要播就播 不做就算了 就這樣子啊 你整個生權委員會 我們在整個生權委員會 社會福利委員會都有提啊 你們都有提沒有到 我們已經在開始在做了 委員知道這個工作 什麼時候做 我們技術規範都已經 開始在改了 我希望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從機上盒 從頻道 從電視製造裡頭 要去改裝 那個禁用服務有沒有 有沒有在做這個 這個預備 跟委員說明 有幾個環節是很重要 第一個我們像 看到台北市科市長 他現在手語翻譯 是直接站在旁邊 不會有畫面太小的問題 那有時候 源頭在這個 資訊的製播員 我要的是電視台 你們現在只准 只准這些 聽這樣子的看公式 其他都不用看 沒有 每一個環節都需要 資源的投入 不是只有一個環節 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對啊 源頭的信號上面 就必須要有這些內容 信用服務 要趕快做這些準備 我剛剛提醒你 你們現在正在換機上 讓這個信號 可以順利的流通到收視戶家中 然後呢 這個接收的裝置上面 也要配合 你們要跟電視公司 你聽我講嘛 你們要跟電視公司 跟這些製造廠商 要去開會啊 你們要找他開會 還有身心障礙者代表 要去開會啊 你們才知道裡頭 要怎麼做嘛 對不對 這是禁用服務的部分嘛 所以你們是 訂定那個短中計劃 我們已經 其實訂了行動方案 因為我們認為 不是改一條規定 什麼時候要 現在已經編預算在做了 我們已經有逐段的內容 要逐步實現 因為有人知道 這不是很容易的 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 我們包含網頁的部分也在做了 包含我們自己的新聞稿 我講的是電視喔 電視喔 你看韓國 韓國比我們都慢了幾步 你看他現在 沒有障礙的收視環境 到了2012年呢 無線電視全面都要做 不會只有一個面向在做的 然後呢 他三年以內 就要把這個 這個禁用的這個服務目標要達成耶 你們有沒有訂定這個 這個目標啊 我們很希望中華民國 有這個政策目標 跟相關的配套工具 那在哪裡 我們沒有看到 定在哪裡 可以在他的職責範圍之內 盡量去做 我們也希望其他部會投入資源 尤其是衛福部 韓國是這樣齁 你在電視公司 電視公司出百分之三十 不是 政府補助百分之三十 其他是電視公司要負責 你們有沒有這個 這個預算這樣子處理 我們完全沒有這筆預算 你們要拿出魄力來 要監督電視公司 一定要這樣做嘛 這是在 行政權在你們手上啊 你為了這個事情 行政權不能濫權 我們一定會配合盡量的 達到這樣子一個目標 你們曾經齁 為了說 只有在做什麼 做評鑑是吧 那評鑑裡頭也有這個項目啊 現在有沒有達到這個計畫 評鑑也有耶 目前我們看的是沒有全面實施 你們不要只有在評鑑的時候 去注意電視公司 注意這個 注意那個 其他評鑑過去什麼都不管了 你剛剛講的時程 給我一個時程 好 我們會把相關資料給委員參考 也請委員持續的指證 謝謝 我們先謝謝陳潔如委員的諮詢 接著我們請鄭如芬委員 謝謝 你